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 One Piece 綁梯 拉喜啦 在開始影片之前的話 因為這個遊戲啊 算是哲平最近才剛入坑的 然後應該會有蠻多一些新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哲平這邊的話基本上主要來說是 紀錄自己遊玩遊戲的過程 我基本上不算是那個... 我只是來玩遊戲啦 就是玩遊戲跟攻略組的話是差蠻多的 就是攻略組的話可能會整理一大堆 就是這角色這一次的資訊啊 或是一大堆推薦的東西 像比如說聊妹或是娃哈哈的話 我就會蠻推薦大家去看他們 就是One Piece 綁梯 拉喜的影片 那我這邊純粹就是記錄我打 就是One Piece 綁梯 拉喜這個遊戲的東西 然後還有抽卡的這個過程 那我基本上是不太會去做太多的詳解啦 因為我自己玩遊戲的話都是這樣子 我就是自己錄製自己遊戲的過程 所以這邊還是要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因為我怕有很多人就是 他們看到我的影片之後就覺得 喔 這個是一個 新的這個綁梯 拉喜的攻略者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資訊一隻東西 但是我這邊主要來說是只是分享 跟大家知道就是現在有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如果想要看更詳細的話 應該是要去看聊妹他們的 然後我這邊純粹就是玩起來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體驗啦 但是就是不是那個真正那麼的詳細的 因為我覺得我這邊的話 做一個攻略頻道的話 這真的是很不稱職的好不好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講的非常非常詳細 我就是自己去體驗 所以這邊的話還是要跟大家 就是新來的觀眾朋友講一下 因為舊的觀眾他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帶著娛樂的心情 看一個人耍白癡的心情 來看這個頻道就OK啦 這邊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還是希望大家就是 花時間來看影片 是希望可以快快樂樂的 不要就是跟自己就是 一開始那個想法 那有落差的感覺 你就會看得不快了 那可能就 就大可不必啊 那我這邊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些 就是Bounty Rush的 就是蠻厲害的攻略組 娃哈哈啦 或是我們的 少天吧 對不對 他最近好像也有回來做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 小翼啊 然後我們那個 就是聊妹好不好 這幾個都是我自己也會去看的 那我這邊純粹就是 我會抽卡 然後我也會打排位 然後也會就是 用自己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隻角色 究竟好不好用 因為我自己的話帳號算是 蠻齊全的 所以也會以我自己認為的那種感覺 去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 我通常還是會留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比較厲害的高手 我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一起討論 我覺得這樣才會是 最棒的喔 因為這 只是我自己的體驗 不代表是你們的體驗 因為 我現在目前很多角色都是100等的 那個 跟大家一開始 如果拿到就是60等 或是幾等的話 那樣感覺又是不太一樣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的工作就是 250抽看一下 能不能把多尼多尼喬巴給他抽完 基本上 最後一個一定會獲得精選角色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喬巴欸 應該是吧 反正我們基本上最衰就是250 會把他帶回家 因為 這隻角色的話 好像有人說他是動物系的夥伴啊 動物系的夥伴的話 好像算是比較難拿是不是 所以我們先抽起來的話 之後要去配那個夥伴系的東西的話 應該 還是會蠻不錯的 這款遊戲 目前玩到現在的這種感受來說的話呢 就是我們前面的這個 初戰的角色啊 算是也是很重要 但是另外重要的兩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勳章 還有就是 推薦編制這邊的這個 角色類型的這個資源角色這邊喔 就是 這些東西的話也會影響就是 你上面這兩次的這個 初戰者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別人 就是去打一下 對就是那個排位的東西的話 你要去打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聯盟決賽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要去 知道這些美美嘎嘎的東西就是了喔 好 那既然大家都有說 這個動物系比較難抽 那我們今天就來抽一下我們的喬巴 好不好 那其實250鑽 保底一隻 我覺得怎麼樣也比 這件抽紅髮鑽 好不好 而且 我們搞不好不用到250抽 我們就直接抽這種喬巴 也是有可能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 托尼托尼喬巴 欸 那大家有沒有抽呢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好 這個 我覺得啦 目前以我對我這隻帳號的這個 認知啊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目前來說還沒有到非常非常好運的一隻帳號 好不好 有點慘 好不好 這真的有點慘 好不好 有點慘 你看這個什麼都沒有 這應該是沒有事情的喔 尷尬 但是 是還好 因為他們都只會變成可樂 因為我們這隻角色 這隻帳號的角色真的太齊全了喔 好 第22抽 夥伴來了 金寶香油 晉綺 紅旗 3 2 有沒有機會 來 3 2 14 欸這 最近都沒有那種 我覺得我已經 我已經好久沒看到就是那個完全體了 你知道嗎 就是 晉綺啊 金香啊 然後3 2啊 然後夥伴的 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這種東西了 是不是越來越難抽了 還是我越來越衰了 哈哈哈哈 雖然我是 我是還好啦 我是沒什麼差 因為畢竟有保底 而且 我現在的心態已經完完全全轉成就是 我只找碎片了 好不好 我覺得碎片才是最重要的 欸我們中了 喬巴 欸沒有 就我們的那個 破針 好不好 破針海蛇團 好像要基本上要全部滿 然後 才有機會中到那個喬巴了 好不好 但這個角色也不是就是超喘啦 所以應該也不會說太難抽 而且有保底 好不好 就滿舒服的 一隻破針 好 沒問題 第三個三抽 第三個三抽就保證一隻四星角色了喔 那就希望是喬巴了喔 讓我們不要花那麼多 來了 夥伴 金香 金綺 又是紅綺 3 2 有沒有機會 有3 2了 然後再一個金抽 喔 紅抽 哇 你看紅抽跟紅綺這邊就很尷尬 但是一定會獲得一隻四星角色 但我覺得喬巴的機率應該就頗低喔 喬巴這隻好像是防禦型角色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 那通常這遊戲要養一隻角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啦 所以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的話還是碎片最實在 因為碎片200個 就等於是抽一隻角色好不好 然後你慢慢的累積這些碎片 然後到時候有一些超出來的角色出來 你只要抽一隻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滿上 那隻蠻舒服的 好 來了嗎 喬巴 欸 中了 欸 不錯欸 你看 不用抽完 直接拿到了 Tony Tony喬巴好不好 蠻爽的 舒服 而且這一次的話他的這個卡池 好像也是有兩輪的喔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就中了欸 這個還蠻開心的 我以為我要抽到250 那娜美是不是應該要在那個啊 算了算了算了 其實這兩隻比起來的話 我應該會更想要玩娜美一點點喔 好 那我們這隻喬巴抽中了 那上次有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喬巴的這隻技能啦 不過目前來說 因為他的練度也沒到很高 所以你也沒辦法直接讓他上場 我的碎片應該也不會怪在他們身上就是了喔 他這邊的話招式是 我是醫生 對中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造成損傷 然後此外為中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 隊友回復這個體力 我覺得還算不錯 算是一隻補血角 我那個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哇 居然還有補血角 然後技能發動後 一定時間內 擁有這個亮相無相的這個效果 所以 算還蠻不錯的這個 保隊友的角色 因為我以前 剛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目前最近玩的時候 我還沒玩到有補血角色的這種東西 第二招是這個 診斷 造成遠距離一定範圍內的敵人亮槍 此外 賦予的這個防禦率減少與移動速減少的效果 技能發動後 一定時間內擁有這個亮相無的效果 所以 算是就是降別人 就是那個buff 降別給別人 debuff 然後再給隊友就是 回血的這種角色 那主要來說他厲害的是 他是那個動物系的這個角色 所以他 就是可以去 夥伴 動物系夥伴在邊用一些東西 這個 好像是大家蠻推薦的 反正大家推薦我就先抽啦好不好 這個目前就是這樣子 然後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 騙人步還沒有抽到 好 那今年完了最後 我們就再打一下我們的這個排位賽喔 目前來說已經打到了 1974分 這次算是平常都有在打一些分數啦 打的就是 比較輕一點點看一下 能不能 我覺得這一季的目標的話 應該是千大內吧 就是 我想要進到就是一千米以內 然後 那個一百米以內 我們就再慢慢的努力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角色的 詳細資訊的話 真的我是非常非常推薦那個 聊妹跟娃哈哈他們的頻道喔 他們講的就是比我還要仔細 好不好 我純粹就只是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很不會去看字的這種人 我玩遊戲通常都是肉體去記憶 所以你會知道就是哲平基本上 我的不二法門 我不是用智慧去跟別人打 我就是用熟悉度去跟別人打 就是 我會自己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習慣怎麼樣去打之後的話 我自己就會 變得就是稍微 那麼會玩一點點 像地圖的話就是一直多打一直多打 我就可以知道馬可大概要飛哪邊啊 然後可能要怎麼樣之類的 這種東西的話 我是 我是這樣子玩遊戲的啦 好不好 我是這樣子玩遊戲的 就不是哲平不想要做攻略頻道 是我自己就做不起來啊 因為我就沒辦法去收集資料 然後去講那麼多頭頭是道的東西 我就很佩服那個聊妹跟娃哈哈他們 但是 我比較厲害的就是像這樣子 我可以就是一直在那邊跟大家五四三講一些 就是好像聽起來好像很重要的東西 但其實一點重要的那個概念都沒有的東西 就是 我可以一整場就在那邊 那個胡言亂語講計畫好不好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就是 哲平整體來說 我的這個 頻道的影片啊 就是 誒畫很多 但是 沒有一句是重點 哈哈哈 這就是哲平 比較厲害的地方好不好 畫很多但沒有一句是重點 對面的那個欸 黑鬍子掛機欸 哇 那我們蠻爽的欸 因為通常我看到掛機的不是外掛 就是外掛 但是這個 直接掛機掛爽爽爽 我們真的蠻開心的 然後這個我這邊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打完這幾場的一些小經驗喔 就是 大家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可以抓一個點 就是 通常就是大家在 第一步起步的時候 都會先順一下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個羅傑就先順一下 所以 那個時候你可以等他順完之後 你再過來打他們 或是出招 因為這遊戲基本上瞬移就只有一下 所以 你只要就是 騙過別人瞬移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 很好而去就是砍人啊 或幹嘛之類的 這點很重要 這是目前打起來的那種感覺 他沒閃我們就是打他就對了 這場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會拿一下啦 應該是蠻輕鬆的 然後這個先稍微閃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 閃一下喔 反正等他們的這個閃避都沒了的時候就是我們 我們發飆的時候了好不好 砍完對不對 沒什麼事情了對不對 那他就完了 然後地下基本上大家都會先閃一下 你們自己看喔 沒有耶他居然沒閃 通常地下大家都會先閃一下 但是他居然沒有 那我們就那個了 哇 黑鬍子也是蠻踢車的 那我們先拔起 喔 不行 閃一下 拔起 其實還是要顧啊 這遊戲還是個 奪起遊戲啊 羅姐 哇 完了沒順到 我自己感覺啦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 一開始大家如果在對刀的時候 大家是可以先 先不要那麼早的閃避 因為通常大部分的人 好像都是會先按閃避 然後 然後兩邊就會互閃 那其實就還蠻浪費那個閃避次數的 馬可 哇哇哇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尷尬 這裡也要拔掉 這才可以穩 好 這個拔掉之後 我們飛上去 那這把應該就穩定了 好 拔完 結束這回合 那好險一開始黑鬍子好像有點小掛機的感覺 要不然就是陷路不好這樣子 哈 這樣就贏啦 沒問題 就其實我覺得就是多打就知道了啦 好不好 然後所以 哲平 哲平這邊 比較少做一些什麼角色的解析 或是講解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根本就不懂 我基本上目前來說 玩的角色就只有幾隻 然後我只能跟大家講這幾隻的話 就是以我這個 新手毫無觀念的這種玩家玩的話 大概的感覺是怎麼樣 比如說 像紅髮的話就是 就是可能怎麼樣怎麼樣然後馬可怎麼樣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目前來說我最後玩的角色應該還是馬可 因為馬可的話 我比較能夠知道他能夠去哪裡喔 就是 奪寶系列的角色我比較會玩一點點啦 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一些 詳細的攻略頻道的東西的話 絕對是非常推薦左轉 那個 聊妹的頻道跟我們哇哈哈的頻道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 就跟大家講一下啦 就是 其實觀眾留什麼言 我基本上就是 情緒波動起不是不會很大 因為我自己已經做這行做了十幾年了 來來去去看了很多觀眾 但是 比較會影響哲平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比較希望就是大家 你都花時間來看這個頻道了對不對 我是希望大家還是快快樂樂的 就是看完一部影片啦 那如果真的是 不適合你不是你想要看的話 那 我是覺得就是可以去選擇一些更好的 畢竟一天只有24小時 還是把一些時間 花在一些你覺得比較 有意義的東西上面這樣子 我還是希望大家看完影片是開心的啦 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話我們抽了這個 Tony Tony喬巴其實之後 花了這個 150鑽 還算是蠻 蠻少的 蠻開心的 150鑽就直接走 我原本是要花250的 所以這次的話算是 有省錢 那 這些角色力不厲害 或是推不推進 或是你們覺得他其實練起來 也是很不錯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